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一下最近西藏的热点 西藏出来一个雪槽节 一说的话,这个雪 所有公务员、武警官兵都给它献雪 又如何如何包机,转直开道 然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但是当地说的是没有特别的特权 对于西藏的这个问题 我对西藏是很了解的 而且它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么讲 就是说我在西藏有投资 跟西藏呢,也很多人有合作 其实我合作的,我们做的这个产品 跟这个都还有点关系 产品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车载的 那种移动的液态氧的控氧器 移动的的话呢,我们那一个液态氧的那个罐的话呢 能顶六个钢瓶 而且经过各种的测试 撞击也好,火烧也好,枪打也好 都是没有事儿的 保险跟财险做担保 你要说钢瓶是不敢的 钢瓶是大炸弹啊 钢瓶是里头的话一两百个大气压 一撞的话呢 你要如果后头放着钢瓶 你这个车可能就爆了 但是的话呢,液态氧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投资 就感觉这个西藏这些地方的那个干部啊 因为他很多是外地原藏的 他是有情怀的 你像跟我这个合作的合作伙伴呢 他是在北京正厅级干部下海的 而且的话呢 他在西藏是当过县委书记的 而且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呢 他是要发心 很多人去了西藏以后呢 就因为这个高原反应啊出事 然后他们的原藏干部呢 说是去了第一年 大概就死了两个 各种原因啊 他就要发心的话呢 就这西藏人民要做一点事情 所以呢 要做这个氧气氧气保障 其实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需要对这个的钢瓶的概念是什么呢 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朱令那来的 朱令是原来在家里的话 他是必须要用钢瓶的 在好多时候 他是不能用制氧机的 他要用钢瓶 而钢瓶的话呢 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而且呢 他要去检查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小的 我们到西藏可以背着 那小的就身上就背着就行了 你要如果开车的话 车载的后头放一个这么的钢瓶的话呢 你跑多少天都可以给你支持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车祸 这是题外话 但是这话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在西藏的话 因为我接触的这些的话 我就知道这西藏的这些官员 这些公务员呢 他从各地的原葬的 有些人是真的是有理想的 所以你说救死扶杀要献个血 你要内地你要公务员献血好难 西藏呢 你要献血的话 人家可能就自愿 没有说强迫 他真是有可能是自愿的 其实我就说 为什么这个题目叫有色眼镜呢 就是内地倒是他都不理解 内地很多是不理解 在西藏可能的话 他就真的是自愿 很有那种感觉 而且的话呢 你像这里就说了嘛 上海的那个原葬医疗队 对于西藏呢 的话缺一少药的时候 北京和上海的原葬医疗队 在当地呢 非常有威信 原葬医疗队要说了点什么 求助了点什么 内人民群众是很积极的 这不是说你特权不特权 你只要说他帮着那个什么 你这个一个撞了以后的话 首先咱们就这么讲 虽然说他是大厨学 如果有希望的话 是否应该救死福上 我们就说他普通人 你是否应该这样子 我们不要说这个里头的话 有没有特权 你就说普通人 你是不是应该救人一命 而且西藏的话 很多人他有信仰 他会觉得的话呢 我救人一命的话 这个佛会如何如何 那是不一样的 他是有那种信仰的 所以你要说 能救人一命的时候啊 非常积极的 和这个内地呢 不一样 而且这次的话呢 你可以算一下 他说的是什么 输了七千毫升的血 对吧 你七千毫升的血 我们就这么讲 你一个人呢 现在是可以输的话呀 输血的话是两百到四百 你还说西藏不太好的 两百算低限 你原来血库还有点 大概就三十个人左右 少的话呢 二十个人 你说三十个人 二十个人 你说把一个地区的 公共员多了吗 显然没有 知道吧 然后呢 你说下来了 你说有车开道 有什么的 实际上这个事啊 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 我那交通台 我都听到过不止一次啊 有外地的话 到北京送病人 救护车 在个路上 什么的话 然后那个就是广播 然后让大家给他让让道 那里头很危急 有一次好像说 什么小孩吧 卡了东西还什么的 我都记得这个事 那是普通人 从外地往北京赶 然后呢 什么什么号的车 他给那个 章台打电话 然后章台说了 他超速啊 干什么的话呢 特殊情况 特殊处理 然后后来还好像说 派了个警车去迎接 把他快速送到医院 救命的事吗 可以理解 对吧 然后呢 你再说这个专机的话 像这个专机的话呢 有点夸大啊 实际上这个专机的话 如果知道的话 专机有的时候呢 不是像你想的那么贵 你就这么讲 你那一个 西藏飞到成都的机票 五六百块钱 可能好多时候就有了 对吧 五六百块钱 那一架飞机的话 两百人 总共他卖票 才收十几万 如果是 跑马迪的话呢 我知道的是 跑马迪的 私飞俱乐部 入门价是一个航石 四万块钱 当然你说 他的情号高点 会贵一点 对吧 这航石啊 就是飞的时间 他去的时间要算 这么样子算的 也就是说 差不多的话呢 那当时紧张 疫情的时候 包机去美国的话呢 一百八十万 那是要算往返的 美国街人 康师啊 多得多 你那个算的话 几十万是要的 但是呢 就是几十万的规模 你想说 为救一个孩子的话 几十万的话 对于上海人啊 普通人画得起 他的家那个房子 可能就 值一千万 不奇怪啊 他只要在上海市中心 他普通上海人 有一套房子 那房子就值一千万 你像他那个女儿二十多 大家给抢救 你去花这个钱 也很正常 真正不正常的是什么 真正不正常的是 大家对特权的态度 这特权的态度 我不是说 给这女的这个洗地 这个女的 她自己对特权的态度 都是不一样 其实本来她不是特权 她需要的时候 她好像享受了特权 是这样的 所以那社会呢 现在对特权的憎恨 我说说叫有色眼镜 她自己啊 本来的话呢 她该感谢的是谁 感谢的是那个西藏的话 一个个给她献血的人 一个个的话 救她命的人 但是她感谢的是什么 她觉得这个事呢 她要秀特权 感谢的是这个特权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 对吧 所以就是说不同的理解 你要内地有什么事的话 你要公务员去献个血 大概比较困难 但是西藏的话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跟大家讲 不是这个样子 当地的一些啊 做奉献的那个官员 很不容易 抢救啊 干什么的 只要有信息传过去 包括在当地的 这些医疗队的影响 医疗队的说救个人 什么什么的影响 还是救死扶伤的 但你把这救死扶伤 自己当成特权去炫耀 然后呢 对真正救她的命的人 也没有感恩之心 其实她该扁不扁的话 实际上这么说 她该扁 现在呢 你说她有多少权力 我看现在网上也没 扒出来她是什么样子 特权人物 本身她就不那么特权 然后呢 人家的话呢 对这个不那么特权 救死扶伤了 所以整个社会的看法呢 她也扭曲 她觉得你看 本来是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她会觉得呢 这是一个特权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在很多 东南这些地方的话 那个公务员是官老爷 他不会说 救一个人怎么怎么着 所以在社会上 他就理解不了这个状态 但是真的去西藏的话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我在这做这个投资 做这个事 如果大家的话呢 感兴趣 我就说了 你那个去西藏 你要如果开车的话 你车里头 没有足够的氧气 还是小心点吧 你要是想足够的氧气的话呢 钢瓶顶不住的 你要是想要这个液态氧的话 其实的话可以找我们 我们的话呢 你一下西藏的机场 机场里就有我们的那个广告 但是好像呢到旺季的时候 那个我们东西是弄不着的 政府找都有时候找不着 以后啊 希望呢 大家的话呢 都能有逐步的提高产量 那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西藏 一直在这做事 也就知道的这个 政府啊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啊 就好碰上这个事啊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观看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